大家好,歡迎收看這一節的即時攻略 我是林志棠 這個環節,請來Stanley和我們CatSanley,你好 你好 提提大家,如果任何股票上的問題可以打來204-6566 問候我們專家意見 或是把問題電郵到ASK-BSchannel.com 或者WhatsApp到91571428給我們 Facebook上面也有一個直播 大家可以播我們和Share這條片 有問題可以留下留言,會盡快解答大家 每次和大家看看最新走勢 恆指先跌後倒升,倒升過百點上來 最新走在現時3943點,升145點 國企指數升61點,最新走在9735點 大市成交389億多 又和Sanley先說一下大市 今天市場本身跌下來 但又倒升百多點上去 其實看勢頭我覺得都算是OK的 現在十點多鐘都有差不多四百億的成交 又去到這些中間位,兩萬四的水平 今個星期有很多東西 今天看報紙,有阿鮑威爾去國會作證 有很多經濟數據 然後美國零售股接下來會出業績 再加上油價,原來是六月期有 今個星期二就會做一個結選 很多一連串的東西 今個星期的市會不會都比較波動 和定環線,其實現在五月中 五月中後 市是否都是在這些水平上橫行 反而我會這樣看 今個星期,甚至乎這段時間有很多消息 但是,你以為有沒有一些特別的 好像很特別的 很大件事 重要的東西,好像又沒有什麼 白威爾呢,白威爾的說話 需不需要很擔心呢 沒有啦,他講了什麼,未來的東西 你講真 他之前不是說可以考慮負利率 還有,現在又怕失業人數或失業率 會爆到兩成多的 但問題是,當大家都知道的時間 聯署過去可以做的事 都是貨幣政策在那裡做的事 他要做都做了很多 你閒負利率,他上一次都說 暫時不在疫情裏 你又去做不做 我覺得,有些人預料有機會做 但是,他不做現在 看當前的狀況 大家再等,沒什麼 我覺得,他又不會 令到金融市場,不會很動盪 你說美股的經理數據,又是預了差 你又不用想 這些,很多已經是預了 預了是不行的東西 但是,反而你可以為現在 這個星期,逐管去看 你又好像油價那個 即是說,油價那個結算 你看一下 但是,如果你看近日的狀況 我會覺得好像沒有上一次那麼瘋 不會暫時重現 不會,因為其實 那些倉都轉了 可能大家都看了之後的情況 但是,現在的局面 油價,大家也知道 亦都預料了都不會很多去哪裡 變成,有一定是戒心 不像上一次,上一次是恐慌 是 這次是沒有什麼恐慌 另外,就好像我們那些 就是,那個兩會 那兩會開,又等下去說些什麼 但是,很多東西,其實大家已經是 除非突然之間有些好好的事情發生 有些好差事發生 如果不然的話,其實整個市 那個拉鞋的情況 都是持續下去 疫情呢 你擔不擔心呢 即是,吉林現在又怕到第二波 都不得你擔心 是 即是,現在你 你突然轉,你說希望 求陳派發香港,不要再爆 還有一件事,就是今天內會開會 這個我都經常想,是不是一個隱憂 今天大家都知道,有少少霸王硬上攻 也不是少少 霸王硬上攻,選了主席 大家都相信可能會有一些暴力的場面 我不知道,在立法會裡面 可能有些議員 但好了,一選完那個政府主席之後 其實就會馬上去郭哥法勤 27號 這些都是在香港比較受爭議的一些條例的時候 會不會都擔心,即是 你這樣搞法,又會激發到一些示威活動 現在疫情又放緩一些 但聽說,我笑得意 你說是不是很受疫情 就有一些政治因素影響 又沒什麼 你回想,你說去年的時間是有影響 但是,是因為到有些時間 可能說,好像說 那個局面,好像有些比較多的衝突 那些才會出現這樣的狀況 如果你單純,你以這一次這樣看 我又不覺得對市會 真的有些要分開兩樣東西 即是政治人,政治,股市人,股市 還有,股市說一句,你看我們的市 現在這一段時間,都完全不理 所以,如果純粹你回到股市上去看 其實那個影響就真的應該不太大 除非突然之間,美國那邊 可能又會有些聲音出來 可能會有些衝擊 但是,暫時來說,大市的行程 真的不太受到消息的作用 那現在就是走在中間 23,500到24,500中間 對,沒錯 走在這個位置 都不要亂做看上或看下的部署 還是怎樣呢 我都是平常心去看 其實你看到市,都還有東西炒的 但是很過別 你見到資金、部署的質疊在某一面 就算是這樣的狀況 嗯,好,大家剛才也說到 今個星期,這麼多焦點的時候 都要貼士一點 現在大市成交超過400億 好了,又講一下個別股份 先講一下 美國商務部又要擴大對華為的制裁力度 信譽那些都堆了下來 又擔心貿易戰的因素 或者是對華為的制裁 會不會都有影響呢 高盛就說 怕會對亞洲區的供應鏈構成影響 影響到華為的手機出貨量 所以那些瑞昇那些才對得那麼多 其實拖來拖去都是這樣 一講一講,搞華為就對 所以我經常說現在的程度 是等於跟上年一樣 沒有好轉過 上年那一套,即是當時賣戰那一套 和現在就一樣 搞一下就搞一下華為 但是也要這麼說 如果你想回頭,搞完之後 又是這樣 然後又沒有事 所以這一轉的時間 怎樣部署 反而我會不會讓它再跌多些 信譽今天都跌8% 去回112這些水平 那你沒有的,你始終跟華為的 共和感度不高 還有之前的時間,你想回頭 信譽又好,水晶又好 爆了很多 根本上當時爆上去的那一刻 我都說其實是有點隱憂的 但是當時沒有想過華為這件事 但是你本身的基本面子 都沒有指我真是這麼理想 所以你借一些東西 飲爆一下就下去 但是這個是第一棍 你看,如果是信譽的話 是不是第一棍呢? 還是有機會 都可以在這條 再對一下 再對一下 如果它會覺得這些東西很差 然後你會不用 這也不會不用 但是我實在覺得這些價格 不會追它買 水晶更加不想 如果信譽都要100元留下 水晶經常向它炒 炒一個期望 炒它,這些東西會好 我覺得這些東西會好 所以不想 水晶一直都不想 好,這一節有很多問題 不如我們先回答問題 先回答YouTube上 你本身想買,買不到 那時候 4% 33.1 繼續放紙繞,買27元有貨 賺了5元 拿著它,這位朋友 金金你這麼聰明 真是 好慘 我實在說這次是想買 還要那時候度假 但是忘記了買 是的,沒錯 豪緣就算了 好,繼續賺 這下真的失敗 嗯,指贊位要是否定一個呢 不用了 因為做分拆的東西 起碼真是失敗 這下真的失敗 好,金金的又拿著它 另外,有一位朋友說 853 不要看,853也是 那天說853 今天就升了上去 微創,再升 這隻真是 失敗之助 哈哈哈哈 現在呢 還有呢 今天還有一隻 是平安好醫生 代了下去的 是嗎 是的 微創升大了百分之三 這兩隻令我想起 那個疫情的情況 是 可不可以繼續去買這些股份 853這些是最主要 就是技術上 那個層面上真是 真是厲害的 這些真是一些 叫做醫療的器械 但是它本身是那個質 就是你要跟它們做的競爭 不是那麼容易 就是有些真是有專門性的東西 所以變成這些股份勾 可以那麼強 就是有這些原因 就是大家覺得 咦,它那個業務發展 真的是獨特 只有它做一個東西做不到 其實就等於好像 信用那個概念 是 就是有些東西是做得到 原來做不到 你沒有優勢 但是信用那些鏡頭 因為始終你可以說 好像大立光 贏救迷、瑞星 這些大家鬥爭的市場 就變成不像美創 這些那麼獨特性那麼高 所以變成它的股值是高得很誇張的 但是沒有了 追不追呢 追不追又不敢追 等於那個問題就是 中心你追不追 就是這樣 是啊 中心很厲害 就是好消息一浪接一浪 就是中心 有國家隊注資 就是它玩了 其實注資是人注資 但是現實的問題是 就是注資是否技術上會勁很多呢 又未必是 但是注資也是 可不可以 另一個角度說 就是那些芯片國產化 政府都是打一支強心針 怎樣都一定是做的 你隨便搞定它 我給你錢 做就做到的 但問題是技術上 你現在可以從外面比 就是這一點 可能你注資給它 可以做多一些研發的東西 是OK的 但是算你用台積電那邊的 那個叫做一些 那個 其實你砍一距 都還差至少兩個level 所以你要爭 你要追的話 真的 因為有時候錢的東西 可能你可以買到很多硬件回來 但是你本身那些配套夠不夠呢 可能你真的都不夠 現在其實你中心面對這個問題 你可以說 14納米芯片是你夠用的 現在很多的產品 14納米芯片都OK的 但是這樣提醒你現在 你好像再專門一點 你便不可以 所以變成是 是差一點的 但是沒有了 我們現在14納米都夠做 這樣就沒事了 不如說完這133 剛才都說了 說了 跌一乘一的 因為主席避免去職務 所以今天 現在跌幅收集了 跌半成 我就在想 其實疫情都沒有過去 之前241 這些都炒掉了 應不應趁現在平安好醫生 叫做有一個回調的情況 可不可以都買回一點點 我又不要這樣買 如果平安好醫生 如果要選擇的話 平安好醫生加上壓力健康 都不是低的 其實都貴的 如果股指去計算的話 貴的 但是問題是 現在這些位置 還追不追 就是追貨呢 我始終對於他們有保留 尤其是平安好醫生這些 我始終覺得他們的業務 是不是 你可以說 在這一段的時間 可能流量上是多了 但是是否等於賺多錢呢 其實未必是的 這個關聯度是高不高呢 都真是涼題 所以變成 你說他的業務發展行不行呢 即是否那個價格 真的叫我特別貴呢 不排除了可能性 其實主席換人這件事 是不是真的影響會這麼大 跌一成呢 都真是很涼題 但是變成 我借一些 你可能因為這樣而會一會 好啊 接著呢 不如又回答陳小姐的電話線 稍後再回答763 陳小姐你好 你好 想問哪隻股份 我想問 我長實有43元買了 平均價錢 我想看看他上網可以多少 還是繼續拿著他 嗯 就放了他 是 還有哪隻股份 還有9988 阿里巴巴 我204元買了 OK 好 那麽逐隻講一下 長和 明天除靜 43元買 上網多少 你113是嗎 你1號還是1113 113 113 好 43元買上網多少 這隻 如果你本身有43元買的話 其實你買的家 又算是好價格 你拿著C 我又沒有意見 但是 就是長實集團 你說他那個業務前景 是否OK呢 我只可以說 他那些又不是差 但是你會突然之間 又好像 有些好消息根味 爆上去 難 因為 始終你說以長實集團為例 大家對於他 都是比較上關注一些本地地產的業務發展 這一範有些暗勇 所以我對他看法是忠性 就是說又不是很差的 但是澳門看得特別樂觀的那隻 所以如果你有貨的話 你可能可以先減少一半 如果減少一半的話 另外那半貨就考慮一下 先拿著 只賺了一半 那會好一點 還有一隻MAR9-100 204元有貨 三日後公佈業績 我們之前經常說 ATM三隻阿里巴巴落後 今天騰訊反而比較落後 阿里巴巴反而跑贏 升2% 三日後公佈業績 204元有貨 其實如果中長線持有什麼問題 但不知道陳小姐是否想短炒 還是怎樣 這樣吧 我暫時先 但在業績之前 如果它的價格有異動的話 我會建議先走那些貨 為什麼呢 因為那些業績會差 因為淘寶那些物流 對 沒錯 基本上是會差的 還有你再想一想 到淘寶物流差之外 其實你想想這一段時間 可能那些電子加熱量 都會跌下去 因為那些經濟活動停了很多 所以變成兩樣的影響之下 公司的業務本身 我覺得第一季會令你失望 有機會 所以就變成第一季 QF業績會出來 慢慢地 但你可能要看Q2Q3 可能慢慢地感覺到正常 我想阿里巴巴 都可以看回這些東西 即是業績之後才做部署 如果沒有貨的話 其實可以的 而且某程度上 最主要是究竟遠林在貨 現在怎麼搞 完了 今早上公務長社說 他好像有做回酬股份的工作 你說會不會 這一段時間都宣佈 可能會有機會 正式減榜 減榜還是喊巴巴 都不排除這個可能性 所以都可以看清楚才能再進 好 但如果204元有貨的 就繼續拿著它 這也不怕 好 都是陳小姐的電話 再聽到家庭觀眾的電話 你好 朱小姐 朱小姐你好 你好 朱小姐你好 朱小姐你好 想問哪隻股份 我想問 我二三三是有兩萬股 一股教學一買的 哦 請問社群網多少都說 事實上是紫舌 OK 還有有一隻 769 哦 稀土 稀土是很多年前買的 都平均是兩元的 哇 有幾萬股 哦 好啊 看看怎麼做 看看怎樣保持 嗯 好 西部水泥 現在升8% 水泥股 即是炒兩會 或者是炒一些自己經濟政策 升了很多上去 但都未到家鄉 有9.1 現在應該怎樣做呢 既然 既然那個勢 OK 今天1.79 的時候 都差了一點 有本來板塊 又拿著它 無防 當然 西部水泥印象中 之前都 先 不過之前的時間 應該 好像都不是 但是 我知股權那些 一些的 變動 應該都 印象中 好像有點記錯了 但是 你說如果以 強烈的板塊來看 始終大家都知道 整個板塊都比較 叫做當炒一點 特別是一段時間 所以你說有貨就 儘管拿著它 都不用太擔心 還有一隻稀土 其實我之前都找過它出來 那時候 講中美貿易戰 我就想 貿易戰有沒有一些 可以想想 稀土 你看圖 就知道 低殘到不得知了 一手又便宜 看看有沒有機會 博一博 就買少少 你看看 牛住牛住 今天一棍升 最終我沒有買到 今天升6% 朱小姐 就兩元有貨 差很遠 是不是應該可以 再高一點就離開 那還是先拿著它 其實中美貿易套 你只能說它的基本面 不行 因為始終對於它 我印象中 最近的業務 有些根深就不知道 它做那些 就是貿易套的交易 就是貿易方面 還有 它做那些 叫做那些 打貨 打貨機 還是什麼呢 火柴 那些輪 黑色的那些 那些 那些是多的 所以想一下它的東西 其實不是很特別的東西 還有另外一隻 星羽 是嗎 那時候炒稀土的時候 還有另外一隻 對 不過問題是 你說這些是炒消息 但是你說要花了幾個股價 應該真的沒有什麼 就是很難 極懶 除非有一刻 公司真的有些 重組的大計 因為其實以往的時間 隔離市中一那套 都會有些異動 為什麼呢 因為炒重組 因為在系列可能有些 註資 重組這些東西 所以如果可以的話 你既然都止了那麼多 那你考慮先拿著它 如果假設有這些消息的時間 他教了一些異動的時候 再考慮一下 是否有課 好 兩人都繼續拿著它 謝謝朱小姐的電話 聽到葉小姐的電話 葉小姐你好 早晨 早晨 我想問是3、3、2、3中國建材 9.7毫半就有課 那是考短線的 我想問我去到什麼位置就要離開 嗯 兩會前是否不用離開 一定有些谷經濟的政策 也是的 拿著先路 也是那句 你說兩會前的時間 這些跟建築相關 基建相關的話 又不用太擔心 不過建材基本面 又不會停留下來 是差一點的 你說建材和這個 我可以考慮比的話 建材一直都覺得是一般的 所以要買的話 就是要大家假設沒有貨 要買的話 買安法會比較好一點 但是既然你有貨的話 現在這一刻 你還要考慮一下 放著指標先 你說在兩會前後的時間 應該這些基建安法 都還有一些炒作 所以就拿著貨才沒有貨 好 多謝葉小姐的電話 也恭喜你 起碼建材在賺錢 看看兩會之後 可否再爆多一層上去 等你吃糊 另外先看看林小姐的電話 林小姐 你好 林小姐 你好 你好 是不是想問股票 是 你好 金小姐 你好 金小姐 你好 你好 早上 早上 想問哪隻股份 我想問一三六 麻煩你 一三六 是嗎 是啊 你有沒有貨的 我有 我真的不知道 3元左右是甚麼位置 麻煩你 未有貨是不是 未有貨 有貨 好 一三六 升一乘三 看這個圖 很小 但是這些 小價股 很少說 二三線股 那些股票有些移動 好像印象中 那些股票有些通告 我先看一看 我不知道有沒有記錯 那些通告是甚麼 但是這些移動 這些又感染 我猜到七仙 升了一倍 如果幾一千 七仙的時候 五月十一日 一個星期 一個星期抽成一倍 我特別來的 那是股東大會 抽成一倍 還追嗎 追 我還未有貨 未有貨 這些藝人膽大 一倍 升了 當然 通常這些股份 這樣升 可能有些消息 今天也不奇怪 但是你說要買的話 你自己行為風險 我都建議 如果你真的要入貨的話 只而少駐 因為說真的 這些股份 有時急升 急升之後 是經常發生的事 所以真的不要太過 貪心 沒錯 盡取 我想你少駐 少駐就不要緊 控制駐馬 上乘順風車 第一控制駐馬 第二真的不要貪心 有利用就閃 這些極短線 好 另外 YouTube上 7-6-3 為何會跌 是否因為黃維事件 現在沒有跌 現在跌 又站穩 今天2342 中通服那些都升上去 是中興 我們有同事很開心 OK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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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算炒5G 兩會 厲害 就是中興 為什麼這麼差勁 中興 不是中興的風眼位 我一定是 永遠都是說 中興這些是打孔 打孔 打孔 來的 是 但沒有 其實這些 正如上個星期 我記得 Wonnell也有問過 都說 問過這個 好像問你出力 因為我收到衣服 我記得它有貨 但是又變成 真的沒有這些 唯有 就是到它 它再下跌的時候 我上次好像21個多買了 然後我走了 賺少少 是不是可以再下這些位置再買 可以的 這些不需要急 如果它跌定了之後 你才再想到未遲 其實現在這些22元 22元留下的位置 我覺得是直博的 但是你預了要擺 或者要坐 你給點耐性 因為大家都知道 你說中美衝突的事情 經常發生 但是問題是說 真是要有 最終是真的會 叫做 打孔戰 更加知道 那個局面會很僵 我覺得不會是 但是你說這些市況之下 震盪又合理 就好像信譽一樣 跌下去 不跌下去 怎麼買 有機會買貨 22元留下 再看一看清楚 另外 6800多錢可以買 這是你有貨的 內房股 對 差不多25元 升了2.5% 去到這些位置 升了一層上來 其實是 升了一層上來 不過它也回憶了多少 原來 最後一層上去買 好像24元 22元 算了 但是沒有 內房板塊 這是最安全的 如果你要買一隻 用來擺的 買完之後不理它 這隻我覺得是可疑淪的 還有 我們的房地產市場 又這樣說 你又不會怎樣差 不會死 大陸不會被它死 經常說住房不炒 但是不會令到房地產 房業死 這個板塊 是一個重要的產業之處 它有什麼事的話 根本上你的經濟狀況 一定會不會掉 但是我開幅圖 你看我才知道 原來它都換了多少 如果內房股炒兩會 可以不可以呢 內房兩會應該沒有 不可以 因為肯定會強調 住房不炒 反而突然轉過兩會之後 可能真的會好一點 所以你說兩會 如果假設 沒有 你一說這些事情出來的時間 一定會震一震 但是你還未等它 震一震的時間 才再想 好 另外9922 九毛九 孫蔡宇 12.2買 怎麼辦 12.2 只差6毫子左右 只差很圓 不用這麼擔心 不過你說 這間公司 我自己看法 一直都比較審慎 還有奇怪 上次無緣無故說 關閉的北京和天津 北京那些 是有些古怪的 一線城市 無緣無故三鋪 當大家開始 路循著來內地方面 開始叫做放鬆的時間 你只差點關門 下策略 我都不知道公司 究竟想做什麼 所以 我對它看法是比較審慎的 如果有貨的話 現在怎樣處罰好呢 你可能移回整數關口位 可能11元這位置 先做止蝕位 OK 好 11元做止蝕位 不穿就不用走 繼續觀望疫情的發展 回答了很多不同的問題 Sandy有沒有持有上述提及的股份 有這個阿里加這個688 好 麻煩Sandy那麼詳細分 稍後回來 還有其他的直播環節 稍後回來再見